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左手打范冰冰 冯小刚 阴阳合同等逃税乱象 右手揭发上海北京税务公安当局的包庇黑幕 崔永元四面出击 穷追猛打 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风云人物 有人说他敢于挑战社会邪恶势力 为民出害 堪称民族英雄 也有人说他公报私仇 操纵民意 堪比邪教教主 无论如何崔永元现象震动了社会 撕裂了舆论 成为近年来少有的一个社会热点 那么如何看待崔永元本人以及他所揭露的黑幕 社会乱象背后的本质又是什么 到底是小崔峰了 还是社会病了 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 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 是历史学者 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你好 主人好 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 VOA China 本月初范冰冰阴阳合同偷税逃税案 处理结果出笼了 当局对她处以天价惩罚 崔永元却继续通达落水狗 这个周末再爆出范冰冰的猛料 指控她二次逃税 有人说这是非把范冰冰送进大牢不可的一个节奏 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 小崔的二次爆料 涉及对范冰冰处理结果的不满 得到民间的广泛响应 那胡先生您如何看小崔的二次爆料 以及范冰冰只罚款不坐牢的这个处理结果呢 范冰冰是罚款不坐牢 民间的确实很不满 这不是老百姓仇富 我敢说今天的中国老百姓 是世界上最不仇富的之一 因为当年经历过毛时代这种平均主义 大锅饭大家都穷 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呢 对市场经济特别认同 对市场经济下的这个收入的分化 贫富的分化 也特别能理解 特别能够接受 那不是老百姓仇富 老百姓是仇腐败 是仇你贪官污吏 仇你无良商人 是仇你的财富来路不挣 那么就很多人就拿姚明做例子 你说姚明一个人挣的钱 比全中国所有的篮球运动员 挣的钱加起来还要多 但是没有那些投标 大家都知道姚明前来是正大 是合法的 那么反正是养一人的手 好的 当然了 这里头也有些人对明星大腕这么有钱看不惯 觉得你不就是长得高 长得漂亮 会表演 或者会把一个大篮球扔到篮子里头 那这算什么本事呢 这个对人类 对国家 对民族到底算多大的贡献呢 和科学家比一比 像胡佑佑 他发明了抗月期的药 做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对不起啊 看起来我们现在和胡平先生的连线 有一点技术故障 我们争取尽快排除 把胡平先生重新连到我们节目中 我现在请教张立凡先生 崔永元的这个二次爆料呢 他不仅涉及到范冰冰 而且还把矛头直指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税务和司法部门 指当局庇护和这个不作为 并有循私汪法的这样一个行为 我来请教张先生 您怎么看范冰冰案的这个处理结果 以及小崔他穷追猛打四面出击的这样一个做法呢 张先生 第一我觉得 本身从这个中国这个体制来讲 娱乐圈不在食物链的顶端 他们没有 他们主要是有他们的声誉啊 有他们的资源啊 但是他们并不直接掌握权力 但是娱乐圈呢 他属于接近这个食物链顶端的一个寄生群 嗯 这个体制他们是一个寄生群啊 就靠着这个体制他们能够发家支付 这个所以呢 我觉得他们跟体制内各个派系的各种腐败行为 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嗯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当然这个 娱乐圈因为经常处于这个聚光灯像 所以他也最容易招致社会公众的 一个是厌宣 羡慕他 再一个就是仇恨 嗯 那么由此来看 由于他们这个群体虽然有名声有财富 但是没有权力 或者说他只能棒个权力 所以呢 他也最容易成为被宰的这种替罪羊 那么这种啊 就是娱乐圈这个人群的命运就是如此 那么再说小崔 小崔呢 这个他现在 甭管他是要报丝绸 还是要这个深江正义啊 他反正现在 他这个报的这个料 他是动了体制内很多方面的奶酪 各方奶酪他都动了 有有娱乐圈本身的 也有这个这个体制内其他权力部门的 嗯 你想啊 娱乐圈能逃税 能不被查 或者说能够被查 但是未必能坐牢 那这肯定要涉及到税务部门 涉及到公检法 也就是小崔所讲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部门 在他爆料的过程中来找他的麻烦 因为他动了各方的奶酪 所以他理所当然会成为相关利益集团的重视之地 那么由此来看 他现在生命受威胁了 这个也是在这个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为有你在这不停地说话 我们大家都活不好 那我们不灭你灭水 所以为了自保呢 这个小崔现在他也没有退路了 他只能就是这个继续扩大事态 事态继续打乱战 哪怕是一条道走到黑 他也要就是这么挺着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现实处境 决定他必须是继续穷追猛打 思念出击 当然了 现在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小崔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大家 到现在为止 大家很多人想不明白 我也没想明白的事 所以呢 我只能贡献我的这个疑问 就是谁给了小崔这么大的支持 能让他这么干 这个是大家最好的 那么关于小崔的背景呢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详细讨论 刚才呢 这个胡平先生的连线呢 因为技术故障断了 现在呢 胡平先生重新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请胡平先生继续呢 发表您刚才的这个 没有讲完的这个意见 就是说您如何看待 小崔这个二次爆料 以及范冰冰 他只罚款不坐牢的 这样一个处理结果呢 胡先生 这很抱歉 我也不知道刚才说的哪些 他放出来 哪些没有放出来 您简单的 您简单的给我们概括一下就好 对对对 这个范冰冰只罚款不坐牢 明年确实很不满 那这不是中国老百姓仇富 因为中国老百姓 其然中国老百姓并不仇富 他是仇那些贪污腐败 你像演艺界的这些明星大腕 他们这么多钱 因为他们那个来路是正当的 所以一般人也都能够接受 当然也有人看不惯了 觉得你和科学家相比 那科学家贡献多大 可是你还挣这么点钱 那你凭什么你就是能长会票 长得高 长得漂亮 你就挣这么多钱呢 这看起来好像也不公平 不过这是市场经济下的一个常态 因为市场经济之下 一个人得多少报酬 不是取决于你能对国家 对民族 对人类做多大贡献 而是取决于你做的事 能够有多少人 愿意花多少钱去购买 这是他的情况 当然这个 所以这就是一般人 一方面对范冰冰 这些明星大腕 挣那么多钱 承认他是合法的 是正当的 另一方面呢 还是感觉有些不愉快 那么所以这次一爆料 他要逃税的问题 这个不满就爆发了 因为你们已经那么有钱了 你们干嘛还要逃税啊 你要是个普通的中产者 中产阶级 为了孩子上好学校 逃点税 这还情有可原 因为那点钱 对他来说很重要 而你这个明星大腕 你这个 发明明那么多钱 你交到那点税款 对你来说就九牛一毛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那就太贪婪 太过分了 所以人们就不肯原谅 那当然尤其就 大家又把他和 当年刘晓庆做对比 刘晓庆当年 淘的税比他低多了 结果不但罚款还坐牢 当然你说 这是由于现在法律 相关的法律做了修改 现在法律有两条修改 关于这个问题 一个是把原来叫偷税 现在叫做逃税 这个把偷改做逃 当然性质就变轻了 说来这也有道理 一个人 这个少向国家 交了一千元的税 这个和他从国库里 偷一千元 那确实还是不是一回事 所以把它偷改成逃 还是合理的 另外呢 按照现行的这个法律 你如果是初次查处的问题 那可以 你只要按期交了罚款 那可以不再做行事追究 这种做法应该说合理 那么所以就用这个道理呢 看了那范明冰这个 只罚款不坐牢 应该说这个 是按照法律来的 当然这里呢 又别的 现在第二次爆料问题就出来了 因为第二次爆料 谈到的问题就是说 他在 第二次爆料 他又有个偷税 这个逃税处罚 这个日期是10月1号 比第一次逃税处罚的 那个时间的9月30号 只有一个里 只相差7天 另外和第一次相比呢 这次还多了一个 需开增值税发票 这么一件事 那所以崔永元就问了嘛 说你第二次逃税这个事情 那就不能算初次了 再加上你吸开增值税发票 这件事 难道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吗 所以如果崔永元 小崔的第二次指控 是真实的 那么你范明冰恐怕 就很难避免牢语之灾了 当然我们只能从网上 看到崔永元的 他这个爆料的截屏 无法断定他这个爆料 到底有多真实 但想起来 这个似乎有点不合理 因为范明冰逃税案 闹得这么大 沸沸扬扬 全世界都知道了 那范明冰他要知道 法律的这个规定 你如果初次可以原谅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你二次就会追究刑事责任 那他想必在 在税务机关面前 肯定是全盘交代 老实交代 和盘拖出 他不会再隐瞒 另外呢 税务机关来查账 既然这次案子这么重要 肯定会查个底朝天 不可能有重大的遗漏 所以这么说来呢 好像这个第二次这个事情 是不是真实就不再确定 当然也不排除 这里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因为 这中间涉及到 需财增资税发票这件事 按照这一条 你就该 就可能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因此呢 范明冰他们就把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在当初向税务机关做交代的时候 就把这件事给瞒下来了 而这一点呢 当然范明冰一个人做不到 那税务机关 一定是税务机关 他们共同把这件事给瞒下来 而税务机关本来应该 这件事严查到底的 居然漏过这么大一件事情 那就出明他们这中间 税务机关本身 中间做了手脚 而很可能呢 也就这件案子 通了天了 上头有指示 对范明冰要重新处理 罚了款就算了 就不要再怎么怎么样了 所以那么下面就按照这个做法再做 到时候就成了这么一个结果 可是他另一些人呢 又不服气 结果他现在又 所以就出了崔永元的第二次爆料 你想崔永元第一次爆料 就是他 就是说他有一抽屉的这个 预言合同 那么这个料呢 很可能是来自 他的演艺界的朋友 同行 可是第二次爆料的这个东西 那就不可能是来自 是谁给他喂的料呢 那么是哪些人对这个事情 估计把这个给提出来的 但假如说 崔永元第二次爆料的事情 是真实的 那么你下面就 对范明冰的惩罚 就还要追加一些惩罚 很可能就难免这个牢狱之灾 当然这也可能把这个事 都怪在这个 他的经纪人头上 那个叫什么 沐小光 因为也可说他 这个范明冰本人不知情啊 都是他经纪人在那打理啊 等等 但这么一来呢 恐怕也 这个 一旦会很难 这个让老百姓 心服口服 所以这件事到现在为止 有些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也就是他第二次爆料的这些问题 是不是确实的 如果是确实的 我想那么 显然就应该有 对范明冰这个案子 还应该追加了一些 一些惩罚措施 之所以出现第一件之后 又出现第二件的 那就多少透露出 在这件事情案件的背后 有着上层的一些权力方面的 一些较量 好的 那么有关 范明冰和崔永元呢 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评论 我给大家选读两个 来回应 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啊 首先 杰瑞米科丙 杰瑞米科丙 他说范明冰逃漏税八个亿 而且逃了很多年 如果是一般宿民这样做 早就无期徒刑了 共产党没有判处范明冰 无期徒刑 实际上是自毁形象 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极端 缺乏公益 另外一位呢 是开金鱼 开金 开金 开金鱼 开金鱼 他说崔永元老师 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小崔老师出现在哪里 哪里就要良知 哪里就有良知和公益 是那块土地上少有的 有灵魂的良知的知识分子 那么我们就继续来谈谈崔永元 崔永元这个现象 崔永元现象不简单 他引发了社会震动 舆论分裂 支持他的人说呢 他是英雄 而且还是民族英雄 反对他的人说呢 他是精神分裂 是邪教领袖 那么胡先生 现在中国国内呢 对于崔永元的评论两极 那么您在国外 您冷眼看中国 您如何看小崔和崔永元现象呢 我觉得要把对人的评价 和对世纪的评价 气氛开来 现在更重要的是呢 就事论事 不管小崔是民族英雄也好 是邪教领袖也好 我们现在首先关心的是 他爆料这件事 说的对不对 因为关于爆料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追问他 你怎么只爆 你爆范冰冰的料 不爆别人的料呢 怎么只爆演艺界的料 不爆官场的料 只爆官场这些小鱼小虾米的料 不爆那些大官高官的料呢 当然这次问题 我觉得现在首先弄清楚的是 关于他爆范冰冰的料 当然他第一次爆料 这个已经有了相应的结果 那么现在主要关心 就是第二次爆料 他到底是不是真实 是不是可靠 这点是我们关心的 我觉得在我们现在 很多事情一出来 不只是小崔这个问题了 很多问题一出来 都会造成舆论的分点 这个当然和现在这个自媒 这个社交媒体流行 也有很大的关系 但其中很重要一条 我觉得就是 人们常常把对事情的评价 和对人的评价 把它混到一块来了 很多人就习惯于 把对事情的评价 变成了对人的评价 结果就变成了要站队的问题 要这个选边的问题 就像特朗普总统 就是很明显的 本来很多人 你说在选举的时候 那没办法 因为选举是打包的 你要不然就投特朗普的票 要不然投喜外利的票 哪怕你对特朗普的 赞成他的很多证件 同时对他的另外一些证件 包括他的做法都很不满意 但是你只能在两个方面选一个 只能选人 所以那你就只能选他 但是并不是说 你对他以后 上台以后做的事情 你每天都要去赞成 可是现在很多人问题就是呢 他由于某件事情 支持某某某人 然后他变成了什么挺川派 或者是反川派 然后凡是他 他不是一概叫好 凡是反对他的事 一概反对 那么这么一来就纠缠在一起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小崔特朗普的 同样也是这样子 我当然对这个事情 整个了解是相当有限 因为过去我对崔永远就 略知一二 知道也不太多 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 和他有着直接的接触 很难对他的人做出很多的评价 那么就这件事情 报道这件事本身而言呢 那也有很多人说他这个公报私仇啊等等 但是问题就是呢 他确实谈到了一个 揭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件事情 我想我们应该持得这个 极其肯定的态度 而在 而也从这个 通过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习惯于 学会就事论事 这样才可以避免 遇到什么问题 各自一端 非黑即白 闹得是不可干扰 反而不能把这个问题给理清楚 好的 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 现象表面的这个深层背景呢 可能会更复杂 那么小崔 他到底是民间爆料的英雄 挑战社会腐败的一个斗士 还是受官方驱使 和利用的一个工具呢 比如说 很多人对他的这个 一抽屉合同不理解 他爆的料是谁提供的 这个我也不理解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有很多事情我看不懂 因为那个 当然这个事情 出来以后 小崔爆料以后 那么其实就是挺催的 和这个反催的 现在就是经畏分明 然后相互谩骂 这种情况呢 以往也发生过 比如说 若干年以前 对韩寒的这个事情 也是造成这个互联网上的 这个两大阵营的 互骂 对骂 然后当然还有 去年的这个 这个国文贵爆料事件 也是一样 所以现在我觉得 我们只能从效果上 从这个 他爆料的后果上 来做一点分析 当然了 这个首先 我们应该说 他爆的这个料 比如范冰冰 这个夹阳合同 这个事情 那显然是 查有实据 这一点我就觉得 他比国文贵先生 爆的料要靠谱 那当然了 这个 但是有一点 就是他爆料的来源 这个抽屉合同 哪来的 这个 就是说 他是否 有知情人向他提供 是否有这个 比如说 权力斗争的背景 有人向他为亮 这个我们现在 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 是哪一方 给他提供的 但是呢 这个 你如果说 你引发这样的思考 当然也是可以的 大家就继续思考 至于说 他的动机 动机 好像他自己也承认 他有 就 有仇要报 因为这个 冯小刚 他们写的 这个剧本 过去 就对他 形成了一种羞辱 所以 这一次 他实际上 这件事情的 这个 引爆 还是因为 这个 要拍 这个手机2 那么 引出了 这么一系列的事情 但是你不能不说 就是 他所爆的料 的真实性 现在是 得到了验证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应该 认为 就是说 这个 他说的没错 起码到现在为止 他说的东西 有相当一部分 已经得到了验证 那现在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 崔永元爆料 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一点呢 我有一点思考 就是说 有这么多的热点话题 都被封杀了 我也有这个崔永元 这个爆 爆娱乐圈的料 然后骂战 这个话题 到现在为止 没有被官方封杀 这点我是比较的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思考题 因为以往我们的经验 就是这样 凡是这个官方 不封杀的话题 也就是说 有可能是官方 需要让这个话题 继续发酵 来掩盖 或者是来转移 这个大家的注意力 然后掩盖另外一些事情 比如说最近 大家比如热议的这些话题 中美的贸易战 然后这个 国际行政组织 主席的失踪 然后还有像这个 刚刚发生的 这个浩门的 中联办主任的 这个坠楼 等等这些事情 就有一些是官方 不愿意大家讲的事情 都被这个 小崔的这件事情 以及两派的互骂 把他给这个 至少是转移了 相当多的注意力 所以呢我觉得 就是就这个话题而论 官方是受益者 第一 他们国库缺钱了 然后通过这个 半冰冰做一个示范 这个增加了 这个国库的收入 第二 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热点话题 转移了其他的很多话题 或者掩盖了其他的一些真相 我觉得这点上来看 官方还是需要 崔永元的这个出现 好的 这跟崔永元本人如何 这个是两回事 谢谢 好的 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 对崔永元其人 崔永元爆料 以及呢 这个崔永元现象 做了很多的这个评述 对这些问题呢 其实我们的网友 有大量的话要说 我给大家选读一些 李中本 首先啊 李中本 他说崔永元抨击 社会不良现象 应该支持 但不应陷于个别现象 应该将大分池的现状 揭发出来 不把这个中共独裁 腐败政权的 黑暗统治的本质 暴露在阳光之下呢 就无法解决 这些肢结问题 他说我们必须要明白 谁想收税 这是一个装着噩梦的盒子 中国国家没有钱了 相比爽爽的看那些 中共劫富维稳 我认为呢 这些富人绝对不应该 受此重罚 不能看崔 受到了什么压力 崔 做了什么 我只能说 他好心 做了事 却又有严重的政治后果 现在呢 他们可以收阴阳合同的税 他们或许可以在新疆 多安几台安检仪 多养几个黑衣人了 宋冰乙 宋冰乙啊 他说呢 希望小崔只是被利用了 被人当枪使了 但是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自己 也陷入了险境 鸟禁工藏的道理 另外通衣 通商宽衣 他说 也许小崔呢 就是中共割韭菜政策的一个棋子 刮钱得有点明目吧 神也是中共 鬼也是中共 自导自演 一出戏 另外谢谢崔华 他说 崔永元只要不骂习近平就没事 他要做小丑随他变 让他使劲闹 只要共产党在 这种人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文化革命搞揭发 大有人在 我们的嘉宾 我们的听众 观众以及网友 对崔永元 其人呢 和崔永元的爆料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呢 小崔 他的确有料 他揭开了 这个中国娱乐界的 这个冰山一角 让人们看到 这个阴阳合同啊 偷税漏税啊 等这些惊人的黑幕 看到了中国法制方面的 这个巨大漏洞 首先我请教胡平先生啊 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我先说我对有些网友的评论 也不太苟同 因为很多就把这次 这个对明星大腕罚垮这件事 当成了这个政府割韭菜 那我们所说的割韭菜 那时候政府巧立明目 从老百姓身上 从民间身上 他们把他们正当的财产 剥夺起来 这才叫割韭菜 而你这个范明目 涉嫌的是个逃税问题 而他确实是逃了税 这也不叫 不能叫做割韭菜 那么这件事情 确实范明目这件事情上 他一方面揭示了 演艺界的这种 一些这个严重的问题 我想他更揭示出 中国政府的更大的问题 更揭示出 中国法制的重大的问题 记得在2002年 当时担任总理的朱镕基 有个讲话 就责怪 为什么中国的富人不交税 朱镕基就说 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肯交税 说这不正常啊 要都不交税 国家哪里有钱 怎么能办事业呢 那结果他讲这话不久呢 刘晓庆就因为 涉嫌偷税漏税的问题 给关押起来了 当然你说这个中国的 当时中国的税收制度 确实有问题 也就是中国长期以来 中国最富有的阶层 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 都大量的逃税漏税 而广大的工薪阶层呢 他们反而承担了各种科技员 打税 所以中国有些官员都说嘛 说中国的这个 个人所得税制度啊 有截贫寄负之嫌 不是截负寄贫 而是截贫寄负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你朱镕基问的就问的不对啊 你怎么说 为什么富人不交税 那要问你 要问的是政府啊 你为什么政府不收富人的税 这才是问题所在 因为收税本来就是强制性的 就是你政府 不要让别人交出来的 所以如果收税出了问题 那不是这个个人的问题 首先是你政府的问题 那么这里很显然 就像你这个演义届 这种营养合同 有这么严重的这个逃税问题 这个责任 当然就在税收部门 当然就在政府方面 那政府为什么 对这件事情要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它并不是这些作弊所 多么高明 让你这个政府无法查 让它能够合法 所谓合法的逃税 它这一查这么多问题 就零摆着了 那这个显然就 政府在这里 就有很大的嫌疑 我们可以很大胆的推论 哪里有逃税 哪里就有行贿受贿 因为你明星 你的企业家 你大量的逃税 本来比如说 本来你这家该交一百万的税 你这个只交了二十万 那什么 这八十万就落到你自己腰包里来了 那可能 你很可能就把这八十万东西 拿个一二十万呢 或者三五十万呢 给政府的有关官员上上下下打点一番呢 于是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有关方面也就乐得争一之一尔 闭之一尔 否则如果这种事情 这么多严重的逃税的事件 如果政府方面 真正愿意延长 它不可能出现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长期 这么大量的逃税 那一定是政府真故意的 争一之一尔 闭之一尔 闭之一尔 而他要这么做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能够从其中 得到大量的好处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因此我们从这件事情上 更应该追究中国的法治的问题 追究中国的政府的问题 追究中国的税务部门和司法部门的问题 好的 那么胡先生这个评论呢 很有意思 哪里有逃税 哪里就有行贿受贿 这样我想起呢 崔永元在他那个博文当中 叫一声惊叹一声雷里面呢 揭露了这样的现象 就是他亲眼看到 税务公安部门的这些 当局的一些人员呢 抽一千元一条的烟 喝两万瓶一条 这个一瓶的酒 说几十万元 拿起书包拎着就走 这是崔永元 他自己对这件事的揭发 那么我们对范冰冰的这个巨额罚款呢 真让人眼界大开 一个艺人 他能够剧练到如此多的这个财富 仅偷税漏税 以及罚款就达八亿 将近九亿人民币 不仅把台湾的艺人呢 惊得是目瞪口呆 而且香港艺人也自贪不如 有人说呢 中国的确是病了 而且病得不轻 那我来请教张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很简单 因为台湾和香港 还都是法治社会 所以法治社会呢 在这方面 就是不管是 这个纳税人 他要按这个法律 按规将来纳税 这个呢是非常严格的一件事 贵国美利坚也是这样 所以大家都很重视 就是说在这个纳税这个问题上 不能够出疲漏 一说疲漏就是身败名裂 所以我想这个香港艺人 台湾艺人 他们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 有闪失 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 那就是中国的体制决定了 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而且呢是一个 比法治社会越来越背道 而持的这么一个社会 现在其实就是 官方要整人 最简单的办法 要整一个商人 或者要整一个企业 只要查他 查这个公司的税务 或者查他个人的那税 一查一个准 绝对有纰漏可抓 绝对能收拾你 所以这点上来讲 这个是普遍存在的天下 大家都不守法 而且呢 这个中国的体制就决定了 从官员 从高层 从官员到老百姓 或者到这个演艺人士 或者是到企业家等等等等 社会的建设 现在自上而下 都是短期协会 就是你逮着了 那就是你 逮不着就是我的 大家变得 没有这种社会责任感 也没有 现在不是把公民社会 当作是产军 或者是自分水 富贵的一种博士 就是反正社会 反正公民社会的建设 就是创成大家 当国民都讲家 合法的那世人 都是偷笑偷 得漏得漏 这个是一个普遍的 就是社会的这种溃败 有产生 这个本身是体制决定的 还有一点 就创新兵 我们看他现在 要偷税几个亿 但是你知道 这只是小屋见大屋 跟变国大当们 比他也是 只不过是在他的业务范围内 他全阴阳合作 然后做了这些比资 这么多钱 但是呢 你比起那些个 在这个什么瑞士银行啊 或者是在加勒比 在这个巴拿摩 什么开上户 开离安上户 办离安公司的那些人来 赞冰冰 或者中国的这些艺人 他们都还只是小屋 他们在这方面做的 其实很多水准 所以才被推掉 而且还有一个重大的 我觉得这样 也出了东西 就是中国的这个领事业 其实是一个洗钱的 一个最好的路径 这点大家可能都不 没有感觉到 因为这个拍电影 拍电视啊 它有很多 是直接是现金的 而且是不开 这个收据 不开发表 还是走白条的 这个是业内 这个这么多年来 已经平等的一套 这个烙龟 这套烙龟 有非常多的烙动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个权贵 热衷力去拍电影 拍电视 因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钱洗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点呢 可能 所以这些中国的艺人 他们从中获利 也跟这些 是说背后的更大的收尾和关 因为你们算了大头 艺人可能会 在这些方面赚一些小头 但积累起来 也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就是如此 好 还是一样啊 我们大量的网评 什么观点都有 我尽量呢 公允 我选呢 这个两方面意见 都有这样的网评啊 像 给大家读一下 玉玺 玉玺啊 他说崔永元 先起的这股波兰 绝不是一个人 有能力做到的 割明星韭菜 甚至是公开指控国家机关 不管他自愿当一些势力的马前卒 还是某些势力暗中保护他 反正他背后一定有东西 李瑞敏 他说崔永元 做了媒体人应该做的担当 应是媒体人的榜样 是正本清源的表率 JW 他说社会病了 但崔永元仍然活着 说明呢 这个社会尚有一丝免疫力 违法行为 本应靠法律来解决 但在一个人质的国家 无法可循 小崔现象呢 是畸形社会的产物 李强 李强 他说中国果然一直是人质社会 只能靠包青天 海瑞 还有当今的小崔 什么时候国家以法治 为最高准绳 那个时候呢 就不会有小崔之类的人出现了 Tadashi Tadashi 他说中共的体制 以独裁治国搞阶级斗争 造反有理 靠打压 黑箱操作 打压一几 社会一直就不正常 小崔是看不过去了 我认为他是有骨气的人 和有正义感的人 VV Davis VV Davis 他说税务总局放了冯小刚 和华仪一马 则令娱乐圈 限期自查自咎 崔永元的一抽屉证据 就都成了废纸 好 无论如何呢 我们看到小崔 他现在成了一位 响当当的公众人物 是社会意见的领袖 他明显 像我们刚才 这个许多嘉宾 我们的嘉宾和许多听众观众 都这样说 他明显是迎合了社会 底层民众 这个军贫富等贵贱的一个要求 如果进一步分析 我们看出 绝大部分毛左人士 都是他的基本群众 胡先生 我这样说 我知道我肯定要得罪很多人 但您怎么看我这样的判断 那依我看呢 支持小崔的人 确实有大量的毛左 但是不限于毛左 其他很多人 也都支持小崔 那我这里就事论式的说 就指小崔揭露 演一些这些明星大腕 逃税漏税的问题 那尽管在其他方面 你也可以对小崔有很多批评 但单就这件事而言 因为他谈到的是一个真问题 而且拿出了真证据 所以我觉得我所看到的 很多人都支持小崔 而这一点呢 和什么中国底层民众军贫富 这个要求 说符合这个要求 我觉得这种说法倒是值得推销 因为这个其实是很流行的 一种说法了 就认为中国人追求平均主义 特别是中国农民追求平均主义 那我们都是当过知青的 我们跟农民有很多的接触 我们没有觉得农民 特别追求平均主义 你看不久前去世的一个历史学者 中国人大的高王林教授 他对中国当农民问题 尤其是当代中国农民问题 做了很深的研究 他也能够知青 他就讲过 他就特别不赞成别人说 中国农民追求平均主义 而你说这个话 就是你中毒中的太深了 你说农民追求平均主义 这是你自己脑子里想的 不是人家农民想的 你回去问问你爸爸妈妈 人家是不是搞什么平均主义 高王林就强调 他我知道的中国农民 追求公平和道义 不是追求平均 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有很多政绩都是说明的 那现在很多人都认为 当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 就是因为搞了什么 打土豪分钱币这种政策 赢得了广大贫困农民的忧户 那其实这种说本身就是个神话 我记得当年杜润生 在邓小平逝世之后写过一篇 纪念邓小平的文章 其中就讲到 1947年刘邓大军 挺进大别善的时候 当时军队是一边打仗 一边土改打土豪分田地 结果招致了农民普遍的反感 所以后来不得不改变政策 把不搞打土豪分田地了 改成了减租减息 这样才使得军人 解放军和群众的关系变得好一点了 所以可见 其实自由产权的概念 在中国人的心中 就和在全世界各国人的心中一样 都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这点其实中国的老百姓 包括农民也好 他们这很多事情看不惯 并不是所谓 基于所谓平均主义 而是基于一种很朴素的正义观 我觉得这点 我觉得是要说清楚的 好 那我来请教张先生 有人说邓时代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而习时代 就是要收拾这些先富起来的人 所以小崔他就自觉不自觉地 成为官方需要的人了 那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张先生 我接近于同意 就是说这个 我们先接着 胡平先生刚才说了这个话题 就是说中国老百姓 到底支持不支持军平赋 我觉得到活不下去的时候 军平赋就是口号 那么这个 大家讲到这个刘登大军这个事啊 在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社会 或者中国的农民 他们还是有这个 哪怕是这种传统的道德 和传统的价值观 他们还有的时候 他们不赞成这个侵犯私人财产 但是经过中共这个将近70年的这个统治以后 现在的社会心态也有很大的变化 很多人确实是仇富 而且确实看不得别人比自己不 比自己过得好 那么确实这个社会也不公平 就是改革开放并没有让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共同致富 没有像这个改革开放初期所提的口号那样 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然后带领大家共同富裕 并没有这样 一部分人富起来了 那个他们也是只富自己 那么当然这个更多的 我们看到的是社会财富被权贵利益集团给攫取了 所以大部分人并没有公平的分享这个改革的红利 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这个事实造成这个大家觉得社会分配不公 这个社会两极分化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仇富是这个方向肯定是不对的 张先生 那对个人应该还是对这个体制来考虑 好的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 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 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 剑指中国 美国你退出中程导弹条约 好 欢迎收听收看 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好 我是许波 下次节目再会 dich configured 感觉 能排